原标题 或许是他一生征战太累了 突然死掉了 任何时代都一样 男人一旦死了 你的孩子 女人 金钱 权力都是别人享受 黄太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死去之后 他的弟弟多尔滚就取代了他 清军入关之后 多尔滚开始飘起来 他全是薰天 一边讨伐张献忠和南明 一边还要在内部夺权 他强行要求侄儿顺制 递封自己为摄政王 后来还霸占了孝庄 不过关于孝庄跟多尔滚有感的事情 史学界一直讨论不清楚 或许是孝庄自己也喜欢多尔滚吧 卢尔哈是在位时 但是多尔滚还没成年 他就认识了孝庄 据说 两人情投意合 两情相悦 然而 努尔哈赤把黄太极选为继承人 孝庄是跟着查哈尔蒙古科 而进步的公主嫁过来的 努尔哈赤取原非时 孝庄就是陪嫁的侄女 出于政治的需要 他必须嫁给黄太极 但多尔滚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毕竟心爱的女人被大哥抢走了 所得当多尔滚掌握大权时 必须要把孝庄重新弄到身边 或许当时的他并不是喜欢孝庄这个女儿 而是因为孝庄是他的梦 他要把梦抓在手里 而孝庄为了解决生命需求 加上儿子顺质地福林需要叔叔帮福 所以只能够委身侍奉 可多尔滚一生都没有机会 正式娶孝庄为妻子了 除了不能娶孝庄之外 多尔滚还有一个遗憾 也算他一生都不能做到的 就是登基称帝 黄太极死后 面对孝庄和福林两个孤儿寡母 他本可以趁虚而入 历史上这种类似的事情不少 比如宋朝赵匡印也就是这样 趁着柴戎去世 孤儿划母不住时陈桥兵变 直接夺权了 但多尔滚不能这样 为什么多尔滚没有机会呢 因为呢 实在有个政敌 名叫好格 他是黄太极的长子 同样对皇位虎视眈眈 多尔滚为了制约他 只能让顺着帝封自己作涉阵亡 以便控制豪格 豪格明显不是多尔滚的对手 后来他被搞下狱 在狱中死掉 这时候多尔滚发现 争夺皇位的机会来了 多尔滚正打算争夺皇位时 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死掉了 据说是外出打猎时 骑马摔下来 被摔死了 这个死法虽然很难扶重 但史料就是这样写的 多尔滚死后封号还被剥夺了 直到乾隆时期 才被恢复过来 多尔滚一生都不能当上皇帝 或许这就是他的遗憾吧 你觉得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